为什么呢这个会被盯上 然后还造成这个股价也受挫 那么华尔街日报有报导说 核赛集团现在呢 因为被这个美国给盯上了 你说这个涉及到威胁美国的国安 怎么回事呢 然后所以核赛就聘用美国国会说客 希望能够赶快来个抢救 事实上这个集团 我不知道我们线上的网友 有没有人听过呢 他是称霸雷射雷达感应器的领域 透过激光让新一代的汽车和武器 拥有3D的视角 所以这个车子就更聪明了 开车更灵敏 因为他的这个科技 可是我就问了 那这个军工科技用在民间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可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都会说成是威胁国安 韩冰 那就看你要怎么去认定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成为军事武器的辅助发展 当然可以 但是问题是什么科技不可以 其实大部分的科技也都可以 所有的晶片也都可以去做一些 科技武器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就看你怎么认定 那我们台湾叫雷射 大家都叫激光了 那雷射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可能看那种 电影啊电视啊 都蹦一个东西打出来 或是那个光剑啊 这样打来打去 其实那个是故意让你看得见的 那实际上雷射光 他们这种都是你根本看不见的 因为它都是不可见光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包挂测距啊 感应周遭的物体的形状啊 这些东西就可以辅助汽车 包括自动驾驶 包括判定外界所有的这个状况 这个其实非常好用 未来汽车上一定都是这种科技 有自动驾驶需要靠搭 你只要有自动驾驶 就一定会运用到这些科技 所以本来它当初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大家对它是非常期待 甚至认为说 核赛这个科技应该是 等于中国大陆厂商在美国股市 就是卷土重来的一个指标性 就现在也遭受波及 其实我个人认为啦 美国现在是怎样 也就是商 就军商还有那个政治并用 军用商用 对也就是怎么样呢 今天我对你好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我发觉你可能会威胁到我的时候 我就 我商业上找不到理由 我就军事上找理由 军事上找不到理由 我就政治上找理由 反正我就找各种理由 我就对付你就对 反正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 你们当你们要去美国股市 或者要去美国发展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中美毕竟现在 其实我们直接讲 不要把它想成单纯的贸易战 中美其实现在就是在战争当中 所以随时都是可能遭受波及 要去发展自己就要想清楚 好的确 但现在就算是面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压力 不断的施压于中国大陆 那如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也有自己的内部问题 必须要整顿 必须要解决 现在当然对于整顿金融 这件事情中央高度的重视 所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甚至亲自主持了这一场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 习近平不但出席会议 也发表了重要的演说 那么可以说是 这个高官要员大佬们都有出席 那么现在大陆央行有解读 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当然他这个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多 但是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呢 说不能让老百姓的票子变毛 要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 谢大使 他这句话不要让票子变毛 是不是就讲不要让我们新台币变薄 大概这个意思吗 应该就这样 因为这个银行的钱都老百姓的钱 对你是帮老百姓看守这个钱 你是用老百姓的钱 应该替老百姓赚取利益 对你不能银行呆账搞一大堆啊 你照后丢掉还是老百姓的钱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对金融这块很重视 事实上的话就是20大的时候 就是说体制机制机构的改革里面 很重要一项就是把金融的权从政府的收益拿回党的收入去 中央就成立了 党中央他又成立了这个金融管理委员会 这就是开始运作 所以以前叫全国金融会议啊 现在叫中央金融会议 中央金融会议 因为全国金融会议它是国务院下面的啊 它原来是国务院的一个金融的部分 他们自己国务院在可是高度不够 你现在就把到中央决策机构里面成这个金融管理委员会 那这里面就是还回归了金融的本质 中国大陆金融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那么就是放款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放款的中间有没有弊端 像这一次比如说恒大 这一次他的这个 他这个从银行里面大笔大笔 从银行搬出了大笔大笔的钞票 最后并没有做出好事嘛 对并没有做出好事 所以就是说他接触的银行 那可是遍及全中国 他地方这个地方的金融体系啊 甚至中央金融体系 他都从里面都怎么样 都获得了很大的资本 那就变成这种 就变成就是说金融本身的纪律 金融本身的政策 是应该是到了一个彻底 来整顿检讨的部分 我看了他有几个就是说 这个金融要怎么样 还是回归了这个 比较社会主义的特色 他是要照顾基层人民的 他还要去作为政策的一个工具 他还调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就是说 你的贷款对象 你要贷款的内容 你不能我国家政策 在搞这个绿色绿色经济 结果你绿色金区贷款 出银行觉得这个利润不够 或风险比较大 我不带 那你的金融跟你的政策 就脱节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现在要把他这个金融 你的钱水往哪里输 让哪里有血 哪里有子弹 这个要配合国家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为什么要拉这个高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还有一个他就是说 这个金额他这个说人民金融 还有一个就是说电子金融 他也提出来 电子金融蚂蚁金融 蚂蚁金服就在讲过了 可是当时这个案子整个会推翻 可是构想是不错的 那现在这次我觉得他特别提到了 所以电子金融这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你用大数据的方式 你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信用的这个调查方面 或信用的证据 从大数据里面直接在网上就运作以后 小额贷款你就可以贷出去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网站 你事实上他就在做电子金融 小额金融就很多 那这个部分你政府就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一条边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 爱要激素 这要让他发挥最大的功用 那这个金融 理想化金融就对了 资金是跟着国家政策走 然后不要分大小 然后要看他是不是有潜力 不能一只网怎么样 就是说一只什么 你要雪中送炭 不要怎么样 不要锦上添花 好 来这个我们线上有很多朋友都在讲这个毛 变毛等于变薄 这个还有 这个还有什么 这个反正刚刚真的留言是非常之多 大家都要帮忙来解释了 还有人说变毛就是在说通膨 这个理性生存还说 毛大陆有一种叫法叫毛票 指小额的钱零钱 变毛就是钱的价值变低了 所以我刚刚讲嘛 就是钱都是越来越不值钱 就是变薄了 的意思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来说 可是你说钱不能让它变薄 有的就是不但是抗跌 而且还应声看涨了 是什么呢 那就是茅台9 这个要请教一下 岳老师 对 贵州茅台隔了将近6年 它宣布涨价了 然后股价也应声一涨 涨了超过9% 那么这个10月31号的深夜 它特别选这个时间来公告 它一调大概从969元的出厂价 我们看调到1169 平均调幅大约调了20% 这一张账20% 那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它的价值吗 这个要请教一下岳老师了 对这个我首先整体来讲 因为我刚从上海回来嘛 就是大家普遍上 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 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有一点很难理解 就是感觉上中国的科技 做了很多突破 但是小市民的感觉上 对于这个商业上的发展化 越来越缺乏 就感觉上就不稳定了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实际上在大陆 我自己个人感觉到 是蛮通缩的 然后呢 这边刚刚提到了这个钱 人民的钱不能变毛了 就是说不能贬值 就是刚刚有人解释说是通胀 所以说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觉得钱变毛了是指贿率了 如果你仔细看贿率的话 人民币的话7.3%什么的 这个大家每一个人的感触都很强烈了 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那么用外汇 那另外的话呢 大陆的经济的前景的话呢 我觉得呢 这个科技的突破也是真的 不要讲别的啦 就是说华为比亚迪 它本身都代表一种大型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开的金融会议 本身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做了一个宣誓 就是说 我觉得应该说来讲的话呢 严格来讲也有三方面的宣誓 第一个的话呢 老百姓的钱我们是重视的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再强调这个A股啊 也就是说这个股市当中啊 这个发展的问题呢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这个也是感觉到这个是因为 这个股市本身是涉及到 因为大陆有两亿多的这个股民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整个金融的影响很大嘛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要看看大陆的金融会议 是不是能够把大陆的经济 做一个新的展现 为什么会讲这问题呢 因为呢 我自己个人 对于大陆的整个经济发展 尤其是科技方面呢 就非常乐观的情况下 然后大家的话呢 意见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后呢 整个看法上 好像还是有一点比较迟疑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金融会议的宣誓 它的实质的意义 会超过它的宣誓的意义 你不信 你就慢慢看 这个经济情况会慢慢慢慢变好 就从这次会议开始 就是说这个会议开始 经济只会慢慢更好 对对对 因为先前受到疫情的影响的话 不得不开这样的会议 这个会议开 它本身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你看 那个毛台酒涨价以后 跟着股票的价格上涨 对不对 那这个明显说明 因为大陆原来的股票市场 就叫白马股 不是白酒就这系马的 所以说这个很明显嘛 对不对 这其中至少占了一半以上 因为毛台酒的这个价格一涨 其实呢 在股价涨了之外 其他很多酒类的价格 其实也是跟着涨 比如说股价的部分 也是跟着应声联动的 所以韩冰 这个我们刚刚线上就有很多网友说 还不如二锅头好喝啦 还说我喝不起啦 然后还有五粮液比较好喝啦 大家开始在聊起到底哪一种白酒 比较好喝了是不是 不过事实上呢 这个毛台的涨价 我想这其实呢也是一种什么 也是一种宣誓 那是不是也代表着说 这个越来越有价值 越来越有价值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喔